今天我們全程走角度上重慶 因為現在是早上的六點鐘 本來今天一早呢 我們要上這個梵整山 但你看看外面 下雨 下雨呢 第一上去有危險 但二上去什麼都看不到 浪費錢 轉場 一開始 上不去繁靜山 但是这些景一样漂亮 一样漂亮 五个多钟头车的角度 我觉得我们要开十个钟头 周围都是这些风景 超漂亮 无数摄影师想逛乎ör archae 走角度就有机会见到这些渠像 我想今天要這樣停車拍照 停車拍照呢 應該會需要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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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你看後面那個瀑布 其實這個都不算是瀑布來的 水閘放水的 但是都OK的 近距離看都不錯的 有一次水帶衝撻了 現在就長期留住了 旁邊有個發電站 好像已經撻了多少年了 但是沒有錢做 這個空氣超好 不知不知道 反正我們今天經常都是瀑山路 上次入廣西的瀑山公路都嚇到我吐了 這條瀑山公路更誇張 幸好全車只有我老爸吐 我們今天的主要行程就是去重慶的拱灘古鎮 但是我們絕直行角度 不斷地有美景 你要停車拍照 我估計去到重慶去到拱灘 可能已經在說夜晚了 哇 這裡超漂亮的 雖然下雨 都要出來拍一下 這條叫做露溪村 下面那條叫露溪 不過說過鏡頭也看不到什麼 後面應該是哪個位呢 那個位 那條瀑布仔 看看能否酸得到 吃個中午飯 這些遠城 其實我現在已經到了重慶 這些遠城 什麼遺餐呢 就不用想的了 什麼麵館 重慶小麵 主要吉利 終於來到拱灘古鎮 多漂亮呀 超級安靜 今天應該是星期日周末 所以沒什麼人 晚上開燈應該超漂亮 我們後面這條江 就叫烏江 這個項羽呢 就在腳頸 但哪一段呢 要查一查這個歷史資料才清楚 今天的VLOG 就不講那麼多關於拱灘古鎮的事情 明天先講一下拱灘古鎮 因為我們剛剛到 現在逛逛 吃東西 看看夜景 明天再詳細講解一下拱灘古鎮 還是叫拱灘古鎮 幾好feel 那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 拜拜 jumping around stuck around 看上去 mucho 看見 好 小心 有些像奧地利的小鎮 我發現有些像 這位置有些像 但風格完全不同 一是中式 一是外國人式 但是真的有些像 這個位置 超級漂亮 我很久都沒有去過一些這麼安靜的小鎮 我們...我們...我們又包了鎮